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法律博谈节目 2022年已经到来了 加州有很多法案进行了变更 为了让广大的华人朋友们更好地了解 2022年的加州的新法 尤其是与我们华人相关的新法 今天前检察官 南加州知名审判出庭律师 盛盖博商会的前任主席Arcadia市副市长郑博人先生 将为大家详细地介绍2022年的新法案 郑律师你好 Gennis你好 郑律师 您觉得2022年有哪些法案 特别值得我们华人关注的呢 620万个官司一年在加州 我们一周的官司比全美国还多 我们50%以上的官司是什么呢 是劳工的案子 那劳工的案子呢 最近在这几年很多的华人 他们面临的就是工资的官司 工资的官司一般的话是超时 吃饭的时间加班费 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 这个最低工资在加州有增加 如果你是25个员工以下 现在是14块钱 如果你是26个员工以上 最低工资是15块钱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是因为有很多的华人的雇主 他们还是付的是联邦的最低工资 给盲最低工资的话算很低 还有很多的雇主 他们现在的话把豁免的员工 他们觉得如果我一个月 我付你的月薪三千块 三千五百块 那这个的话我就不用付超时 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豁免的员工你要知道 豁免的员工有两个规定 一个是工资规定 第二个的话是工作内容的规定 在2021年的话 你要知道最低的工资 如果是一个豁免的员工 是五万八千两百四十块 那当然在2022年的话 这个就要增加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是因为我们到今天的2021年 到2022年 很多的公司 还是付他们的员工 用一个月薪的方式 第一他们低于这个标准 那五万八千两百四十块的话 这个是多少呢 是最低工资乘以二 最低工资乘以二的话 就是五万八千两百四十块 那工作内容也很重要 那工作内容的话有三种 可是比较重要的就是 他是不是一个经理 经理职位以上 如果说是经理职位以上 最低工资乘以二 他也要管理两个人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 你很多的官司 如果你是雇主 你最后会发觉就是 为什么最后你一定要和解 还是你案子失败 就是有很多的工资的官司 最后的话会告了雇主 在2021年发生 在2020年发生 可是在2022年更会发生 特别最低工资有调整 那我想讲下一个法律 有很多的客户 他们来加州 他们开工厂 那他们工厂的业绩的话 他们可能有这个配额 有这个规定 每一天要做 某某什么事情 来可能今天的话 如果修理设备 要修理多少的设备 因为在工厂里面 加州有一个新的法律 AB701 这个701的法律 是规定在 如果你是请一个员工 然后他的业绩 他的规定 是凭一个配额 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要在30天以内 跟他讲 因为有很多的员工 最后被工厂请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说 我一天的话 我要修10个机器 还是我可能要缝衣服 要缝100件 在这种情况的话 有一个新的法律 在30天以内 你一定要跟你的员工讲说 他的标准是什么 为了他的业绩 SB331 SB331的话 这个确实有 会影响到很多的官司 97%的案子 在美国 民事加刑事 97%的案子会和解 只有3%的案子会审判 那和解的过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文 被告人 特别雇主 一定要禁止 原告人 不要在外面 公开讲 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很多次的话 被告人 他们觉得 关于性骚扰 歧视 非法解雇 工资 他们可能觉得说 原告人的案子不好 可是我还是愿意付钱给原告人 因为我们这样子 可以摆平这个案子 因为一个雇主的话 他的专业不是打官司 雇主是赚钱的 雇主不是打官司的专家的人 他不是律师 那去年跟前年 他们有一个新的法律 这个法律是讲说性骚扰的案子 如果你和解 你没有办法禁止 雇员 原告人 在外面讲 所谓的坏话 还是讲他的看法是什么 为了他的案子 以前的法律 你可以禁止 可是在19年 20年到21年的时候 他们有改变这个法律 可是现在呢 这个法律 变成更离谱 SB331 SB331是讲说 如果你今天 你的和解协议是 禁止一个人 不允许他讲 你的公司的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条文 也可能一个不合法的和解协议 这个影响到很多的雇主 很多的雇主 他们接受了 OK 可能性骚扰是比较离谱的官司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现在如果 如果SB331包含不合法的行为的话 那几乎和解协议有保密的部分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和解了 很多的法律呢 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法律 我觉得有恶意的意图 有恶意的意图 可是问题是什么 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没有考虑到后果是什么 今天如果你的目标是你是希望保护到雇员 你要知道说 97%的案子会和解 是因为雇员也不想上庭 不是只有雇主 每一个人觉得说雇员是要打官司打到底 雇主是希望马上和解案子 不是 不是 其实有很多雇主 他们也是想打到底 可是从律师的角度 我们代表雇主的时候 我们跟雇主讲 今天如果你和解 我们就讲一个数目 五万块 你和解五万块 你给雇员 可是有保密协议 比你给律师五万块还好 因为你今天的话 雇主你不是专业的去打官司 这个是一个无底洞的黑暗 双方都不知道 可是这个331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的雇主就不会去和解他的案子 他就会很合理讲说 郑律师 我付你五万块 我付你十万块 我付你一百万 比我和解 还可以让雇员在外面 讲我的坏话 所以这个331的话 我觉得SB331有好的目标 可是最后的后果 不是大家想的 所以我再讲一次 SB331如果你有和解协议 然后你的和解协议有规定禁止一个雇员 不能在外面讲你的公司的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变成一个不合法的条文 AB1003 AB1003是一个很严重的法律 打击雇主 AB1003是讲说 如果今天你欠员工的钱超过950块 还是两个员工超过2350块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重罪的案子 重罪的刑事的案子 那这当然很恐怖啊 因为很多华人 他们不懂法律 他们今天他们开了一个公司 他们不知道说法律是什么 然后最后的话 打官司的话 然后发觉 你可能欠员工超过950块 如果雇员一直坚持下去说 雇主是有恶意的意图 他是确实有这个目标 不要付这个工资 检察官就有这个权利 控告你 然后控告的是什么 重罪 这个就像偷车一样 偷车的话超过950块 后果也是一模一样 你去偷一个人的车子 这个变成说 很多的雇主现在就很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今天我不是偷窃别人的钱 我今天这是疏忽 这个不是我的恶意的意图 可是问题是 AB1003 允许检察官来控告你 好 我们现在不要讲到 这个雇主雇员的官司 我知道说我讲了 可能大家觉得很恐怖 我讲 别的法律 是SB389 所以这个是 在疫情的过程 你是可以把你的酒 带到外面去 人家可以买 to go 然后可以 你可以卖这个酒给别人 那现在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行为 那我们现在回到 AB1171 这个1171很重要 因为以前的强奸 如果你是夫妻 还是你不是夫妻 后果是不一样 可是现在的强奸的法律 合并在一起 所以不管说你是夫妻 还是你不是夫妻 现在的话强奸就是强奸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可能有很多华人 他们来美国 他们不懂美国的法律 他觉得说今天的话 我怎么可以强奸我老婆 这是无法理解的看法 在亚洲跟别的国家 很多的欧洲的国家 也是一样 夫妻是没有强奸的 可是加州 以前已经有强奸法 关于夫妻 可是不是像现在那么严重 现在强奸就是强奸了 不管你是夫妻 还不是夫妻 然后最后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蛮 奇怪的法律 那奇怪的法律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怎么现在才发生 在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个十二提案 这个十二提案呢 是关于动物 然后动物最后要杀 然后要吃 在2022年的时候 十二提案在2018年 会影响到我们2022年呢 是因为每一个猪在加州 要有24尺的范围 可以让他们走 那所以以前的话 租的话是没有什么范围 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十二提案 加州的居民同意了 所以现在的话 有24尺 所以很多的租的价钱 你会发觉在2022年 会飘得很高 现在这个租的行业呢 他们有现在在打这个官司 想禁止这个法律 觉得这个法律 有一点模棱两可 可是如果你的租的价钱往上 你就要知道说为什么 是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加州的居民 同意了这个案子 所以慢慢的 这个不是只有关于租 可是如果是肉类的行业 都会被影响到 如果你在加州的话 你会发觉 在这几年 你的鸡肉 猪肉等等的 会越来越贵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在 然后这个就是 我的2022年的统计 然后总结 我们的法律 会影响到我们的华人 谢谢 好 真的非常感谢 郑博人律师 今天为我们大家 分析2022年 和我们华人相关的 一些新的法案 郑律师 我有看到您的朋友圈 也有呼吁说 希望广大的华人 赶快一定要去注意 这个厨余垃圾分类的问题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想在这请问一下您 所以加州的话 有这个垃圾的法 垃圾的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般的垃圾 就是你吃完的食物 你要把它分开 所以以前的话 你不需要 可是现在吃完的食物 你要放在你的绿色的垃圾桶 所以在你的城市里面 你会发觉 可能有不同的颜色 我的城市的话 有黑色 蓝色 绿色 那绿色的话 一般是放叶子的 如果我今天 我打扫叶子啊 放进去 这个以外的话 一般我们是 不会把别的东西 放在里面 可是现在 你现在的一般的垃圾 一般的垃圾 就是你吃完的食物 你要放在绿色的垃圾桶 那很多人他们就讲说 这个很合理啊 在亚洲的话 我们是这样子做啊 可是他们的规定 是稍微更严重一点 他们要 你的塑胶 跟你的食物 要把它分开 塑胶是放在 别的桶子里面 你的食物 是放在绿色里面 那很多人 他们就会开始讲 可是我有蚂蚁 有苍蝇 有老鼠 有熊 有的时候还会有野狗 他们都会来吃啊 可是这个就是 法律没有包含的 没有包含的 这个考虑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经常 跟华人讲说 投票重要 可是创造新的法律的时候 我们也要跟踪 因为在跟踪的过程 你的州议员 在写法律的时候 他们可能没有包含 我们的华人的需要 那当然我 我今天在讲说 可能有蚂蚁啊 有蟑螂啊等等 这不是只有华人 可是我觉得 我们华人想的 很多次会比较多 可是我们经常 不公开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想法 变成说 最后法律过了以后 我们都有很大的意见 所以我鼓励每个华人 投票很重要 代表人也很重要 可是也很重要 你们要知道说 国会议员跟州议员 包括你的你的城市 在写新的法律的时候 他会有公开的时间 允许一般的老百姓 给他的意见 如果你没做 你就不能来抗议说 这个法律写的不好 因为他的公开的时间 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会考虑说 为什么今天这个人 有这样子讲 他今天他讲的合不合理 因为法律在写的时候 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写 投票是很快 yes no 所以你不要等到 yes no的时候来抗议 还是最后过了法律的时候 才抗议 你一定要在法律的 写的过程的时候 他在考虑的时候 你一定要参与 你一定要把你的想法 讲出来 因为这样子 你会让美国更好 好 今天非常的感谢 郑博人律师 为大家介绍 加州2022年的新法 有更多的法律的问题 或者说大家有任何意见 或者说建议 可以联络 郑博人联合律师事务所 华语服务部门 拨打华语专线 626-570-8888 或者是发邮建制华语团队 cn at pprclaw.com 好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我是郑博人律师 Built on Integrity and Dignity 郑博人联合律师事务所